新年东京奥运我国代表团选手创下了史上最好成绩 选手们大多都还在检疫当中 也分享了他们在防疫旅馆的生活 只不过体育署长张绍希 他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提出辞呈 就是因为出发时的经济舱风波 昨天晚间张绍希也发出了四点声明 驳斥他没有想要用冬奥成绩将功折罪 就等到检疫结束之后 他就会辞去署长职务回到台师大任教 光是这个鞠躬道歉还不够 体育署长张绍希坚决扛起 冬奥选手搭经济舱的责任 十号晚间透过声明表达辞意 他说本人将按照原先计划与检疫结束后 离开署长职务回到台湾师大担任教职 还驳斥发动体育界人士未留 更没有想要借由奥运成绩真功为过 不管已经返载罗嘉玲或是刚刚隔离出关李志凯 对于搭经济舱使得署长请辞议题都很低调 但说到隔离生活 选手们都忍不住在社群媒体上 高调跟大家分享动态 空手道小清新文姿云 不仅放上隔离时收到的餐点礼物 还有自己做运动猛踩健身车跟冥想的影片 雨冲男双拿金牌的李洋王麒麟则秀出隔离时 对面大楼的住户做出了林洋佩辛苦了的海报 替他们加油打气的影片 在赛场上多次飞扑就球 弄伤膝盖的戴姿颖 则是跟粉丝们说膝盖大致好的差不多了 欲心都退散了 旁边哄哄的是自己抓的 选手们回到台湾之后还在修养身心 而他们在赛场上征战也鼓舞人心 旧网红自创曲献给奥运的每个你我他 配上插话跟选手们讲过的金句放在网路上 要歌声让人再回味 选手们带给大家的感动 华时新闻这边张书铭台北报道 拜拜